疫苗我們還是認為在醫學上是最有效率的治療 所以這個只要在醫學上被證明有效 換寬使用 那個全職護理就是說 一個人生病在醫院你知道 包括大小便的處理 一些關身上廁所 都有人可以幫忙你處理 美國MDA通過的藥 到台灣拿到藥物許可證 可是要申請健保給付 平均要700多天 要兩年 所以現在主張是這樣 如果這個藥 我們在台灣拿到藥證許可證 好 你現在健保要申請 要不要擠付你知道 你就慢慢省吧 但是我們就開會智慧市場 那這個原則 公開透明就好 第一年我們健保實施二十幾年來 民眾滿意度非常高 90% 可是如果你去問醫護人員 滿意度就剩下38% 就是說我們目前的健保制度 在一個程度上是犧牲醫護人員 去建構出來 表面上民眾滿意度90% 但如果你回到實質的這種成績 我們看看喔 第一個不要去拿其他國家比較 我們拿我們旁邊的 日本跟韓國 其實我們的平均壽命 還是比韓國日本差 特別在你看 COVID-19這一年 又掉了更多 新生兒死亡率 也是創下了這個15年來新高 那新生兒死亡率是一個月內死亡 嬰兒是一年內死亡 其實我們的數字 如果跟韓國日本比起來 也是偏高 孕婦跟產婦的死亡率 也比韓國日本高 癌症的存活率 我們又輸給日本韓國 然後所謂可避免的死亡率 比方說 肺結核 高血壓 這種就是說 肺結理論上是吃藥會好的 高血壓是 你有量的血壓 那去治療也會好的 甚至子宮頸癌 子宮頸癌如果你有做抹配 就算你得了癌症 因為都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其實十年存活率 他也不是算五年存活率 他也算十年存活率 這個也是相當程度可以救回來 表面上看起來 你知道 好像老百姓都很滿意 可是你去追究他實際的成績 你知道嗎 比韓國日本都差不多 還有一點 健保一點點虧損 按照這個速度下去 你看 就從來沒有plus score 都是麥拉斯 按照這個速度很快會破產 到底健保是社會保險 還是社會福利 如果是社會保險 你知道 那他應該是保大不保小 如果是社會福利的話 那保費不可能受這麼低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的健保就是 你要付洋春麵的錢 可是你要吃牛肉麵 這當然是問題 其實我們跟韓國日本 比較期待 你知道嗎 成績不好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錢太少了 因為我們現在醫療衛生支出 你知道 在小英上任的時候是6.2% 那本來是要達到7% 其實到最後 我們現在台灣是6.6% 韓國已經接近9% 日本是11% 所以你醫療衛生支出 佔GDP的百分比 就比韓國日本低 那你錢就比較少 你有什麼理由要求說 成績跟人家一樣好 所以事實上我們現在健保一個很大的困境就是 預算就是不足 那你預算不足的狀態下 又要讓老百姓就是說 用付保險的錢去得到社會福利的這種 這種服務 不可能 因為我們用全民健保 要維持全民健保的假象 你知道嗎 所以千方百計去意識台灣 智慧醫療市場的發展 這個當然也是問題 另外一個 因為藥價差一直砍到最後 外國廠商就不進來 我想你們也聽過說 一個藥賣幾毛錢 一個藥賣幾毛錢 你要砍它 乾脆我都不要做了 另外一個血汗醫療 如果在30年前你知道 你還可以要求說 我大家為了個榮譽 我記得我印象中 我曾經一個月值班17天 你現在叫年輕人值班17天 第一個根本就違反勞計畫 其實我們今天說的健保的問題 這一張是最根本的 你錢就是不夠 那大概OECD國家是9.7 9.7 那台灣自稱是一個 現代化國家 結果我們醫療衛生支出 才6.6% 所以事實上 從另外的角度來講 我們用這麼低的醫療衛生支出 還一個維持目前健保的樣子 其實已經很困難了 但是過去是因為 醫護人員 血和工廠撐住 但是我覺得這越來越困難 所以這遲早會出問題 在小英英總統上任的時候 是6.2% 他幫你的想法是7.5% 就佔GDP的7.5% 其實到現在是6.6% 針對這個問題 你知道 我們有提出各種解放 不過 我們再看看 目前我們醫療衛生的一些問題 總和管制 我想在做醫院經營的 一定最痛恨這個 因為錢不夠嘛對不對 所以乾脆跟你講說 好我們就設定這麼多錢 隨便你們做 不管你怎麼做 錢又這麼多 因為他是算點數嘛 所以大家想說 我點數沒有衝高 我的贈比不夠 每個都衝高 點數就稀釋掉了 一點變成也許 0.88元 所以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看門診很方便 但是品質很差 你想想看 我們一個門診 一個早上要看 100多個 甚至200個 這用膝蓋想都知道 品質一定不好 所以這個也是 因為這個 沒有辦法給他足夠的錢 所以要用充量 充量其實最後品質都不好 所以表面上看起來 民眾滿意度90% 但實際上是一大堆問題 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 相信在未來的 兩三年內 應該就看到後果 所以我們提出三個原則 你知道 投資健康 有效醫療跟永續健保 第一點 我們 我們叫健保 其實真正的理想應該是 大家不會生病 就算生病只剩小病 得了小病 他不會變成大病 得了大病 不會死掉 這才是一個目標 我們在醫療衛生支出 如果佔GDP的佔比升高 我們是 投資健康 讓大家健康不會生病 OK 那還是有效醫療 醫學上有另外一個名稱 叫無效醫療 我自己是液控膜專家 你知道嗎 我過去才能看到很多 液控膜濫用的例子 所以如果讓醫療更有效 也是我們要努力 要去思考的 最後才是一個 健保還是要永續經營 如果按照目前的狀況 你知道 只是粉飾太平 估計兩三年內整個健保就會出問題 所以我們只有很短的時間 要來把健保的問題解決掉 表面上看起來 醫療衛生支出佔6.6% 其實健保只佔3.3% 其他的是智慧 公共衛生的錢 事實上健保的佔比 整個GDP它是很低的 其實我還是要謝謝我們的醫護人員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美國醫療衛生支出佔GDP的17% 表現也沒有比我們好 所以我們用這麼少的錢 可以撐住已經算很厲害了 只是說 終究不能撐太久 所以這個健保總和還是要擴大 另外一個剛才講過 不會生病 就算生病只得小病 就算得了小病 不會變大病 得了大病不會死 其實要往前移 所以我們應該慢慢 預防勝於治療 強化公共衛生 提倡健康生活型態 這意思就是說 我們將來再提高醫療衛生支出的時候 恐怕要移比較多的錢去國民健康那一部分 讓國民可以過更健康的生活 這也是要花錢的 在醫學上 疫苗還是最便宜有效的工具 比方說小朋友的那個淪狀病毒 如果是它在醫學上被證明有效 乾脆用國家來支出 所以對於疫苗 我們會採取比較寬鬆的態度 這權責護理 這是這樣 現在大家家裡少子化 你知道 如果你爸爸媽媽生病住院 那怎麼辦 難道大家全部請假 去當醫院當看護工嗎 很困難嘛 你請假請一天可以 你不能請一個月 那你如果要顧看護工 我印象中現在大概一天要兩千二 一個月下來就六萬多塊 比你的薪水還多 那個權責護理就是說 一個人生病在醫院 你知道 這個就包括大小便的處理 一些翻身上廁所 都有人可以幫忙你處理 那當然是這樣 權責護理一定要增加錢 所以大概折衷的辦法就是 也許健保cover一部分 然後一部分是家屬 家屬自己處理 所以慢慢這個權責護理 一定要推了 這80量表是每個醫生 也是內心覺得很麻煩 就是說 因為以前一定要80量表分數夠低 才可以申請外籍看護工 我是主張寬鬆一點 但是按照不同程度 課不同的枕頭色 比方說 我們是希望說 我母親80歲 看起來很健康 那80量表打起來一定正常 不可能戶外用 可是我們是希望說 有人照顧他不要跌倒 而不是等到他有一點跌倒的 變成那個 做倫理 再請看護工 所以意思就是說外籍看護工 慢慢給他分兩種 一種是真正有病要照顧 這個叫用80量表 另外一個說 他只是比較偏向家庭這種幫用的 他用另外一條路 那也許這兩個 我們將來給他課不同的人口稅 這些問題就解決掉了 那遠距醫療我也覺得要推動 因為這個特別在COVID-19之後 你知道 既然他是一個 可以證明是可以有效運作的系統 那這個還是可以繼續使用 我們主張也是醫療衛生支出 應該占到GDP的8% 不過這當然我也不會認為說 為什麼在上任的第一年 就給他加到8%而已 沒有必要 我們從6.6% 15年開始給他增加 那原則上 比方說要做全責護理 要打疫苗 這些錢不要再去吃目前健保的錢 所以目前為什麼要推全責護理 大家會推得不順 因為想要做這個 從健保總額裡面再去擠出來 當然大家反對 另外一個 這也是我當醫生的時候最有感觸的 病人來看門診 他沒有拿個藥抽個血 而且好像今天沒有看到醫生 其實我跟你講 這就是我們對智慧財產權 還是不太尊重 我們現在整個健保支出 流於藥會、檢查會 我跟你講 讓你可以不要生病 這本身就應該值前面 全民健康保險法 明明第44條、45條就講到 要實施全民健保 一定要加一分級 專診論人記仇 可是二十幾年來都沒有實現 所以是這樣 這也不可能一步到位 所以慢慢給他做到 要往那個方向前進 有人說 現在缺護理人力 是不是乾脆 引進這個外國的護理人力 我是反對的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其實我們台灣 不是沒有護理人力 是那個薪水太低了 據我所知 好像現在護理系畢業 平均會當護理師的時間 大概只有七年 很快就轉了 為什麼 很簡單薪資太低 另外一個是 換換智慧市場 因為健保錢就有限 所以千方百計 要減少健保的支出 所以比方說外國一個 美國ADA通過的藥 到台灣拿到藥物許可證 可是要申請這個健保給付 平均要七百多天 要兩年 所以現在主張是這樣 如果這個藥 我們在台灣拿到藥物許可證 好 你現在健保要申請 要不要給付 你知道 你就慢慢申請吧 但是我們就開會智慧市場 那這個原則 公開透明就好 每個醫院的智慧項目 你就上網公開 我認為只要公開透明 可以減少就有很多問題 但是不要為了 怕增加健保支出 如同現在的健保 千方百計的 要減少這個新藥材 新醫材上市 為了要拖兩年多 我想這個沒有必要 我們健保還是保障人民 基本的這種醫療 但是我們開放智慧市場 重點的這種八點你知道 就寫在這上面 作為我們在醫療上的主要的政策 第一條 醫療醫生支出 還是要提高到8%的 千少做不了事情 第二條 第二條 我們的目標是不生病 萬一生病只有生小病 而不是等到他生大病 再來治療 所以應該要提倡這個 減重 戒菸 運動 然後癌症篩檢 三高控制 健檢這些 另外疫苗我們還是認為 在醫學上是最 cost effective 就是最有效率的治療 所以這個 只要在醫學上被證明有效 換款使用 另外 加一分級轉轉路人機首 雖然不能一步到位 慢慢還在往那個方向前進 另外 在健保制度之下 你知道 我覺得我們就 開放智慧市場 這樣才可以讓台灣的 醫療產業 比較有機會發展 再來就是說 權責護理 這是一個要發展的 少子化你知道 你不能要求你的親人來照顧你 所以這個權責護理 一定要在最短的時間 把他建立起來 大式量表 不應該當作為生產 外企看護移工 唯一的標準 應該有不同的思維 那最後就是這樣 那個65歲以上 老人健保的問題 其實台北市早就做了 只是其他縣市 有人要把它當作政見 因為事實上台北早就做了 這個 那當然是錢從哪裡來 因為台北市我們 財政紀律 當然就是 把其他地方省下的錢 挪來這裡用 所以台北市的老人 本來在65歲以上 就 全額健康 全額健保費的補助 當然我們有排富條款 所以這大概就是我們 在這次總統大選的 醫療政策的主張 好 謝謝大家